但是太贵了今天不买 今天来挑战一下100块钱 挑战一家四口 一周的口两三 是 今天我来的这个是列治团的这个 林涛市 因为住在列治团 我不喜欢去Costco 为什么 因为东西都太大了 买回家都不新铁了 这这南瓜刚刚我拿了一个 五毛九 外面差不多 起码要一块多 最高四毛九真的不错 本地农场的高利账 六毛九好便宜 今天要是挑战的话 我觉得水果相对都比较贵的 我们先不拿 但其实秋月梨和玉露米 这边也算是比较便宜的 先不敢买 哈哈哈哈 真的不超意思 这个两菜九九 外面买多少钱我不清楚 但是反正我想吃 二九九我觉得还是便宜的 这番茄一块五毛九 真的是很新鲜 你看上面还有一个水汁 三粒的 这个还挺便宜的 六毛九值得入 黄金土豆外面现在 洋人超市都很多 都是一看四毛九 这个一块一毛九算是还算 一块一块七毛九可以来一个 白萝卜是这么便宜 五毛九 青萝卜九毛九 老爷子上海青菜肴 然后芥兰 这个芥兰 这个芥兰可以看一下 一块奶白菜九毛九 你知道其实 油卖菜是什么菜吗 油卖菜就是窝嘴的上面 是哦 你不知道吧 我不知道 买完菜要买肉 羊肉短皮客家家 咱们今天只买客家 九块九毛九 我们来两盒吧 鱼片 这个鱼片 一顿菜就搞定了 大人的 所以这个鱼 我可以来一个 它七块两毛九 七块两毛九 这个 倒口烧鸡 这个呢是十七块四毛九 我觉得也是一顿 一顿饭就可以搞定了 这个餐面馒头是他们家的特别好吃的一个东西 来点玉米 他们家这个黄玉米两块九九 是玉米可以的 早饭午饭 哈哈哈哈 突然接着日子回到了解放间 火锅人的最爱 供菜被我找到了 三十九块九九 但是太贵了 今天不买 哈哈哈哈 穷妹妹 但是这个烧鲨鱼 我觉得可以来一个 这个我爱吃 这个就是一条下去 两碗米饭 九块四毛九 怎么都比那个吃肤扣强 这个是干货 这个是九块九 但是它是一整个一公斤的 红烧鱼桶 或者剁椒鱼桶 这个可以搞 但我觉得差不多了 现在一上肉就不贵了 这十块 二十三十 一十 五十六十 七十 我不敢 我不敢点了 我觉得差不多了 收工 哈哈哈哈 最后开始买单 有点小紧张 毕竟现在去Costco 每个两三百 是根本出不来的 其他大型超市呢 每次去没买啥东西 也轻松破板 哎哟 结账最终的这个数字 留在九十八块四毛五 挑战成功 好了 关注兔子姐 带你吃喝玩乐 聊北美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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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